大家好 安穹用現場 我們帶你來關注到解放軍 一連兩天在台灣的週遭 舉行聯合力艦2024A的軍事演習 那今天是第二天了 有哪一些觀察的重點呢 好 來看到這件消息 大陸海警在今天上我就宣布了 海警艦艇編隊 位在台灣以東的海域 開展了執法訓練 這也是大陸海警船首次 也可以說是罕見現身 在台灣東部的海域 當然現在專家很擔心的是 恐怕日後會成為一個 共軍圍台的新模式嗎 這次也是中國海上執法力量 與東部戰區各軍兵種 在台灣海域的首次同框 凸顯了軍警協同的升級和拓展 今天海警的執法演練同樣繼續 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甘雨表示 海警2304艦艇編隊 為台島以東海域 開展綜合執法演練 好 這是大陸的海警局 新聞發言人甘雨 他就表示海警2304艦艇編隊 為在台灣東部海域展開 綜合執法訓練 大陸海警的資料進一步顯示 2304艦目前是隸屬於江蘇海警總隊 排水量達到3100噸 這是江蘇最大的公務執法艦艇 也是大陸海警局 較為先進的艦艇之一 艦上配備有取燈設置 監控設置還有執法設置 跟這個通信設備等等 好 來看到的這幾張截圖呢 其實就是大陸海警他們在官方的微博上投 PO出了多張在台灣的東部海域大陸海警船現身的這些照片 並且可以看到是有海警他們是拿著望遠近遠眺前方的島嶼 但是沒有說明說這個島嶼的名稱還有這個相關的方位 所以這個目前 目前還是不知道確切的地點到底在哪裡 就他們說是在這個台灣的東部海域 而大陸海警現在強調說海警船2304艦艇 在台灣以東綜合執法演練 主要就是要警告驅離等等的科目的訓練 檢驗聯合巡航還有緊急應處的能力 大陸海警這一回罕見的現身 台灣的東部海域當然專家現在有進一步的分析 認為說會不會是另外一個微台的新模式呢 因為海警到東部海域過去沒有這樣子的先例 會不會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新的常態新的模式呢 現在呢當然很多專家都認為要在持續的觀察的部分 那另外這個解放軍在台灣周遭來進行微台軍演 日本也有所警惕了 這是日本在沖繩的雲納國島 還有石原島已經部署好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 並且已經升射的這個發射架已經戒備了 日本的防衛大臣牧原人 他就說高度關心並且正密切關注 要確保日本周遭警戒監視是萬無一失 那就在這個微台軍演的進行的同時呢 美軍的雷根號航母現在正被發現說 是在菲律賓海在執行任務 當然要部署的是在南海這邊的相關防禦 好 就是東部戰區剛剛也公佈了 今天24號就是聯合力艦圍台軍演的 第二天的上午狀況 其中包括了也出動了導彈部隊 大陸央視也進一步公布的畫面 除了有導彈部隊的模擬演習之外 同時也秀出了解放軍的陸軍火箭炮兵參與演習的片段 東部戰區現在強調第二天的演習的重點 主要在於檢驗聯合奪權 聯合打擊 還有躍鬱戰控能力 路透社的報導說 這其中更是有一架轟炸機也參與了訓練 好 說到轟炸機的部分 其實現在外界非常關注的一個軍情動態 就是美軍新型的B-21突襲者轟炸機 2023年11月的時候在愛德華茲空軍基地首都試飛 五角大廈在今天公開了翱翔天際的第一張空拍照片 這是B-21第一張官方的側面照 跟契金的第一張官方的低角度的視角 照片當中可以看到它的單軸起落架有兩個輪子 而不是像B-2是有四個輪子的 好 B-21它的總重量是比B-2還要輕 體型也比較小 側面照可以看得出來B-21的設計流暢性也提高了 也顯示出在隱形技術上是比B-2有重大的進步 好 外媒當然也同步個關注的就是大陸的圍台軍演了 這是美國的CN就報導說 這顯示出賴清德總統他在上任 不到一周就面對的是國內的內政的混亂 還有大陸的軍事威脅雙重夾擊 大陸解放軍突襲展開環台軍演 國際各大媒體高度關注 英國BBC引述專家說法 指大陸長期對台採取灰色地帶戰術 目的是逐步削弱台灣戰力 不過BBC卻發現 台灣Google熱搜榜第一名 卻是日本藝人新演員的外遇消息 反映台灣人對大陸威脅習以為常 路透社還在金門拍到 有遊客若無其事到海邊拍照打卡 完全不受影響 對 因為他們滿常驚艷的 動物都要軍演一下 軍演一下 對 如果真的要動手就動手 美國CNN特別點名台灣周邊海域的15條海底電纜 可能也會成為攻擊目標 而賴清德上任不到一周 就面對大陸威脅和立法院衝突 內外夾攻 總統之路困難重重 而在大陸發展的侯佩成 楊成林 陳燕熙 歐陽娜娜和汪東成等眾多台灣藝人 則轉發央視反台獨貼文 並寫下大陸中將實現完全統一 獲得大陸網友激震 至於沒有任何表態的台灣藝人 則被網友一一列出 喊話不表態就別到大陸賺錢 記者 吳嘉恩綜合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休息一下 謝謝薯泰匙 請小靈 先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